这个是腿 小着腿然后用剩酱盘拧在上面 然后把腿放平 把腿上的连接板用螺丝拧在腿上 然后把这个L型的铁片安装在腿上 用螺丝拧紧 然后用相同的办法安装腿 现在把一只腿捏起来 铁片的缸 腿捏起来 很多人都在腿上 骑上铁呀 如果没有脾下来 要把腿捏起来 因为无法捏起来 再留下来 现在把腿捏起来 那个腿搖起来 然后把腿捏起来 那呢 其实还我我用这个腿捏起来 然后开始装横支撑 四个横支撑开始装 先放最顶端的这个横支撑 把桌子抿上先不用上紧 同样的道理 一次把剩下的三只横支撑抿上 然后现在把所有的螺丝 都用于电动扳手拧紧 两个人抬起箱子 把这个杆往上掰起来 然后从下方扣上去 扣上去的时光时用螺丝给袋上 先不用拧紧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螺丝 从下面就装上 最后把所有的螺丝锁索 锁从侧边装进机球箱里 然后用螺丝锁紧 然后把链接片装在锁上 然后把锁索拉起来 把连接杆放进锁孔 连接片的锁孔里 然后用螺丝拧在连接片上 不用拧得太深 把后盖放进卡槽里面 对紧卡槽堆好以后 把脱皮器的前盒插进机球箱里面 锁死 对 先把中滑到最长的架子放在架子上 注意镂空的这个地方 是朝机球箱的这个位置 然后拿螺丝拧上 底滑道用最短的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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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音笔作 然后把银子放在这里 接着 把银子放进去 在哪里 然后把银子放在到大洋里面 放在银子上 到大洋里面 然后就要保持 放在银子上 更容易 放在银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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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用炸带把集修器像粘积的部分给绑紧 把多余的炸带给剪掉 把虾锅放进机油箱带锅里面 然后用螺丝 开炸带给绑紧 开炸带 스트레台 开炸带炸带 开炸带盘 开炸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鸡蛋 底座安装完之后,安装调平螺丝 先安装调平螺丝的底座 然后再安装调平螺丝 把调平螺丝的高度调度一样高 下面开始抬石板,把石板抬到架子上 每块石板都有耗 像B98-1,只要它的尾数是顺时针牌的 1,2,3,4,5,6,都是以顺时针牌的 这个对的 下面有两个人配合,加石板 对其架子的中心位置 下面就开始调平 当水平时的树枝过大的话 微调螺丝调不了的情况下可以调腿 腿上面有一个孔 拿螺丝刀或长杆塞进去 调在这腿 调完后将螺丝谋放到最底下 上面再拧到最上面去 分别拧到底下一个上面 像尺上面的树现在已经变成100多 就可以用微调螺丝来调 开始用微调螺丝来调上面这个板 调至水平尺的树枝为10以内就可以 调至正伏10以内就可以 当我们这边调完之后 然后加水平尺树的话 然后调至水平尺的树枝为10 就是乘一个公字形 然后调至尺上的树枝为10 正伏10以内就可以 调好之后反复的检查一下 好中间这块石板就算调完了 然后两边这块石板 以中间这石板为基础 方法还是一样的 都是以公字形 小骨要掉了 当净的才一样 做法 vous ampliael 当净净度调好吃后 用猪磕排 摔倒石板缝隙続 然后将石板全对齐 缝丽缝之间全对齐 然后用胶水将普洛排两侧全粘在石板缝里 但普洛排的目的是将石板和石板连接到一起 在胶杆之后用铲刀将普洛排多余的部分铲掉即可 在胶杆之后用铲刀将多余的普洛排铲掉 然后用原子灰把原子灰填入到石板的缝隙 将原子灰搅拌均匀之后 用铲刀将原子灰铲掉 用铲刀将原子灰铲掉 原子灰搅拌均匀之后用铲刀将原子灰多余的部分铲掉 当台面处理好之后将上台里的小木瓜全部安装到石板下来 铲刀将原子灰搅拌均匀 铲刀将原子灰搅拌均匀 好下面就开始准备上台泥 上台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顺毛 顺毛的方向要冲着摆球那区 正反看一下台泥背面有没有小杂质 正反看一下台泥背面有没有小杂质 漫画面有没有小杂账 冷水 平底的保骨 硬化 加热 冷水 お腹 咱们把这个边裤分好之后 边裤上面这个号是跟之前石板上的号是对应的 然后咱们将这个带口按到边裤上 在装边裤之前先把这样的板装到边裤下面 下面我们就开始安装边裤了 安装边裤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号 每一个边裤上的号跟石板都是对应的 然后再用纸将所有的口全都调成一样的 我们把边裤上好之后 现在开始安装围板 每个围板上面有四颗螺丝钉 先安两头再安两边 最后将这个带口卸下来 然后将脚板给安上去 脚板安装好之后将带口放入皮口里面 好 裤上完毁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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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裤上就算是安装完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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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